哈利感到他的脚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那受伤的腿扭了一下 然后向前摔倒了 他放开三屋 施争霸赛奖杯 艰难地抬起头 我们在哪 他问道 赛德里克摇了一下头 他站起来把哈利也扶了起来 然后四处张望 他俩已经完全离开 了霍格瓦撤的地狱 很明显已经走了几十里 也许几百里 因为甚至那些环绕着那座城 宝的群衫也看不见了 现在他们正站在一座黑夜中的大墓地之前 一株大紫山树 以及更远处的一座小教堂的轮廓依稀可见 一座小山耸立于他们左边 哈利仅仅能依稀辨认出山边一所 漂亮的老房子的大致轮廓 赛德里克低头看一下三屋施赛奖杯 然后又抬起头来看了一下哈利 有人告诉过你这 奖杯是一个波旗吗 他问哈利 没有哈利答到 他一边打量着墓地的周围 他是那么死寂 有一点点阴森 这是不是这次 任务的一部分 他反问赛德里克 我不知道赛德里克说着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紧张 把魔杖拿出来 你认为好 不好 好 哈利说道 他很高兴赛德里克提出这个建议 而不是他自己 他们抽出了 他们的魔杖 哈利一直都在四处张望 他又一次有了他俩正被别人监视的奇怪感觉了 有人过来了 他突然说道 他俩在黑暗中眯着眼睛紧张地看住 看到一个黑影走 进从那些坟墓中间向他们走过来 哈利看不清那张脸 但是从那黑影走路的姿势以及他那 抱紧的手臂 可以判断出那黑影正抱着什么东西 看不清他是谁 非常矮小 而且穿住有兜 帽得大斗篷蒙住了头 也遮住了脸 那黑影又进了几步 当然他们之间的距离一直在缩短 他看到那人怀里抱的东西 看上去像一个婴儿 或者那只不过是一堆衣服 哈利轻轻地把他的魔杖放低一些 向旁边匆匆瞥了赛德里克一眼 赛德里克也回敬他衣 各充满疑惑的表情 然后他们都转过身 注视那越来越接近的黑影 那黑影在一个屹立的大理石墓碑旁边停下了 离他们只有六英尺远 哈利 赛德里克和那个矮个黑衣人 互相看了一会儿 然后哈利的疤痕毫无声息地就痛裂开来 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疼痛过 痛得他 不得不用手去捂住 这样也使得他的魔杖掉到了地上 他双腿弯曲 跪到了地上 他什么也 看不见 只觉得头痛如裂 从他头上空 哈利远远地听到一个高而阴冷的声音说道 杀死那个兽高个一阵杀 秒声之后又一声尖叫滑坡夜空 凯德乌尔 一束绿光交朔地穿过哈利的眼瞼 然后他听到身旁一个重物摔倒到草地上的声音 他那 伤痕从未如此痛得让他反眉干呕过 接着那疼痛慢慢减轻了 虽然他害怕将要看到的东西 他还是张开了那双刺痛的眼 赛德里克四肢张开 倒在他旁边的草地 成一个大字 他死了 眨眼间便是阴阳两界 哈利看住赛德里克的脸 看住他那瞪得大大的灰色的眼睛 空虚 得像一幢荒废的老房子窗户式的表情 还有那看上去微微吃惊的半张开的嘴巴 然而 就在 他的大脑开始接受所见到的事实之前 就在他刚想摆脱那满脑子的麻木 怀疑与不信之前 他感到自己已经被人拉着站立起来 那个穿斗篷的小矮人 已经放下了他手中的那堆东西 捡起了哈利的魔杖 然后拖着哈利 向那大理石墓碑走去 哈利借着魔杖摇曳的微光 看清那墓碑上的名字 汤姆 里的 然后他就 被推转过来 背对着那墓碑 那穿斗篷的男人施魔法 用粗绳捆住哈利 把他绑在那墓碑上 哈利听到那风貌下轻微 但又急促的呼吸声 他奋力挣扎 那男人狠狠地打了他几下 用他那不见了一根手指的手 打他 哈利刹那间想起了 那风貌下的人 是谁 温泰尔 是 你 他气喘喘说道 但是温泰尔正忙着给他上榜 他一言不发 忙着检查那绳子榜的紧步 紧 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 触摸着那些绳子上的结 直到温泰尔确定哈利已经死死地绑在那 墓碑上 一步也不能动 他才从斗篷里拿出一种黑色的东西 硬塞到哈利的嘴里 然后 一句 话也没说 转身很飞地跑开了 哈利什么都叫不出来 也不能看到温泰尔跑往哪里 他 不能转过头去看墓碑后面 他只能看到他正前方的东西 赛德里克的尸体躺在大约20英尺远 在他身边 三乌师赛奖杯在星光下闪闪发光 哈 利的魔杖就在他脚旁边的草地上 哈利曾以为是婴儿的那堆衣物也在附近 在墓碑脚下 那堆东西好像在烦躁地颤动着 哈利看住他 他的伤口又剧痛起来 他突然意识到他并不想 看见那堆衣物中的东西 他不想看到那包东西被打开 他能听到他脚下的声响 他低头看看 一条巨蛇正在草间游动 盘绕住哈利绑着的 那墓碑游动 温泰尔的急促的喘息声又一次响了起来 听起来好像他正推着什么重东西穿过 草地 一会儿他就出现在哈利的视野中 现在哈利可以看到 原来他正推着一个石头大气锅像 墓碑走过来 那锅里面好像装满了水 哈利从那四处颇见的声音判断出来的 而且那只 气锅是哈利有生以来见的最大的一只 他大的足可以塞进一个成年男子 草地上那色衣物里面的东西搅动得更加激烈了 仿佛他正要努力地挣扎出来 现在温泰 而自己拿着一根魔杖在大气锅底正忙住呢 突然 琵琶的火焰就从那锅底冒出了 那条大蛇 溜走了 消失在黑暗之中 那大气锅里的液体好像很容易加热 液体表面不仅冒出了气泡 而且还浸出了火花 好 像炷火了一样 那斗篷下面的动作变得更加激烈 跟着哈利又听到那又高又冷的嗓音 快 点 那锅水的整个表面都不满住火花 看上去好似镶上了钻石 准备好了 主人 现在开始 那冷酷的声音响起 温泰尔拉开草地那包衣物 显露出里面的东西 哈利 发出了一声叫喊 可惜被他嘴里的那堆东西阻塞住了 好像温泰尔拿出了一颗石头 然后就显露出一个丑陋的 卑劣的 愚昧的 但更加糟糕 而且糟糕上一百倍的东西 那东西有着驱逐西的人类孩子的外形 但哈利从没见到过什么东 西这么不像孩子的他没有头发 而且表面有鳞片 他的背是裸露的 黑红色 他的胳膊和双腿又瘦又脆弱 而且他的脸绝没有孩子有那样的一张脸扁平的 舌头一样 而且还有一双闪烁不定的红眼睛 那小东西看上去是那么的无助 他抬起他那细小的手臂 绕住温泰尔的脖子 温泰尔抱 起了他 就在这时 他的风帽掉到了后面 当他抱着这小东西走到大气锅边缘的时候 借着 火光 哈利看到了温泰尔那瘦削苍白的脸上厌恶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 哈利看到小东西那张 邪恶扁平的脸在那水面上跳动闪烁的火花中烟烟发光 然后温泰尔就把那小东西放入了锅里 嘶嘶声远远传来 接着那东西就从水面消失了 哈利听到了他那弱小的身体撞到锅底的轻声 淹死他吧 哈利心里期待着 他的伤口火寥寥的痛 他几乎忍受不住了 拜 拖 淹死他吧 温泰尔嘴里念念有词 他的声音颤抖着 他看上去被这超出智慧之外的生物吓坏了 他 举起了他的魔杖 闭上双眼 对住夜空喊道 父亲的真骨啊 无限的给予 给你的儿子依 各重生的机会吧 哈利脚下的目的裂了 惊骇万分的哈利 看到一股漂亮的灰尘 在温泰尔的咒语操纵下 声道 了空中 又轻轻的掉进了锅里 钻石般的水面裂开了 嘶嘶作响 火星四溅 水面变成了鲜 亮 毒药般的深蓝色 现在温泰尔开始低声乌液了 他从他衣服里面 拔出了一把又长又窄 明亮的银剑 他 的声音又变成了将死的暖气了 仆人的肌肉啊 自愿的给予 给你的主人一个重生的机会 爸 他伸出他的右手 那只少了根指头的手 他左手紧紧握住那把银剑 然后向前挥舞 哈利意识到 温泰尔将要做的是 不到一秒钟便发生了 他死死地闭上双眼 但是他却不能阻挡住那刺破夜空的惊叫 那叫喊穿过哈利的耳膜 就好似他也被那银剑刺穿 接着他听到 什么东西倒在地上 听到温泰尔那痛苦的喘息 然后是一声令人作呜的颇剑声 好似什么东 西掉进了那锅里 哈利忍不住看过去 但是那锅水已变成了火红色 他那耀眼的光芒穿透 撂哈利双眼 温泰尔大口的喘气 又痛苦的呻吟 直到哈利感觉到温泰尔那痛苦的呼吸吹到他的脸上 他才发现温泰尔正站在他的正前方 敌人的鲜血啊 通过武力征服而来 你将让你的对手复活 哈利对此无能为力 他被绑得太紧了 他向下瞥了一眼 绝望地在绳子里挣扎 他看 剑那把明晃晃的短剑在温泰尔的手中晃动着 然后他就感觉到那剑剑刺入了他右手手臂弯曲 触 鲜血从他破烂的衣服里不断躺出 仍不断痛苦喘息的温泰尔 从身上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波 离药瓶并伸到哈利的伤口处 一大滴鲜血并进了瓶中 他拿着哈利的鲜血 蹒跚地走回大石气锅旁 把血倒进里面 那液体不断地变化 最后变 成了空虚的白色 温泰尔精疲力尽地跪倒在那气锅旁 好似他的工作已做完 然后他向一旁 倒下去 躺在草地上 不住地喘气和乌液 紧握住他手臂上流血的地方 那气锅慢慢地沸腾 又是火星四射 其他就没什么变化了 把他淹死 哈利心里祈祷住 让整件事都出错 然后 气锅里的火星突然都熄灭了 取而代之的是 巨大的一股白色烟雾 将哈利面前的 所有东西都遮盖住了 他看不见温泰尔或者塞德里克 他眼中有的只是空气中悬浮的针 气 他出错了 他想到 那怪物被淹死了 拜托 求求上帝让他死掉吧 然后 透过他前面的浓雾 哈利心中惊恐万分 他看到了一个人的黑色轮廓 又高又瘦 慢慢地从气锅里面向上升起 给我穿上衣服 一个高而冷的声音从雾后面响起 温泰尔虽然还在乌液与呻吟 但 还是摇着伤口 爬着捡起了草地上那堆黑色衣服 然后摇摇晃晃站起身来 踮起脚尖 用衣 只手把衣服套进他主人的头上 那瘦高个走出了气锅 紧盯着哈利 哈利也瞪着那张让他被噩梦困扰三年的丑恶的脸 比头盖骨还苍白的脸 大大的黑红色的眼睛 像蛇鼻一样扁平的鼻子 鼻孔还有许多裂 口 福尔的模特公爵又复活了 这部最新作品是我认为非常好的作品 旨在让盲人或视障人士也能享受电视和电影的乐趣 这部作品更是我对提供包容性体验的坚持和热情的体现 我深信 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获得相同信息和娱乐的权利 因此 我投入心血制作这部影片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使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故事的魅力和情感的共鸣 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 请给予你的支持和鼓励 每一次观看 订阅 以及点赞都对我意义重大 我也诚邀你们加入我的社群 一起交流和提出建议 你的意见不仅是我改进作品的动力 也是引领我探索新创作方向的指南针 关注 感谢观看